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subscribe,like和share这条片 谢谢你 1984,第二章 温斯敦的手刚刚碰到门把 就醒起自己本日记簿 还没盖上 上面所写的内容 都是打倒大哥大 字还要鸡腾那么大 就算在房间的另外一边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蠢 但是 就算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他也不愿意将默色味道日记簿 盖上它 因为他不想弄髒 那些乳白色的纸症 温斯敦咬牙关 打开了门 忽然之间 全身都觉得有一股暖流 那股心头大石 也终于放下了下来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面容仓白 和潮水的女人 她的头发很小 整面都是皱纹 她开始戴着一张疲倦 又夹着着小小新人的声音 说 同志 我想我听到你入门口的声音 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看一下 我厨房里面的那个升盘 它好像塞了 她是派信师太太 是一个住在同一层楼 一个邻居的妻子 太太是一个称呼 党里面并不鼓励使用 无论是哪一个人 你都应该要叫她做同志 但对于某一些妇女 你会不知不觉地 叫她们做太太 她约摸三十岁 但外表就要比她 实际的年龄老得多 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 可能是因为 她面上的皱纹里面 好像塞了些塵在那样 温斯顿跟着她 走了到另外一边 这些业余的维修工作 几乎每日都会有 真的很讹人真 胜利大厦是一栋旧楼 约摸在1930年左右兴建 看过去小 应该快要崩了 天花板和墙上的石屎 不断地剥落 每次霜冻 水管就会爆裂 一落雪 屋顶就会漏水 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 而被完全关闭 其实也不会有 太多的供暖效果 维修工作 除非你自己能够动手 如果不是 就必须要得到某个 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 而这些这样的委员会 可能一拖 就拖一两年都不来修理 哪怕要修理的是一个烂了的窗 派信师太太 有点含糊的说 唉 那么巧 托姆她不在家 派信师太太的家 比温斯顿家大一点 不知为什么 有一种更加阴暗的气氛 所有东西都有一种融融烂烂的感觉 就好像这里刚刚才有一只 四周围跳跳扎扎扎的巨兽走了 在地板上面 四周围都是体育用具 曲棍球棍 拳击手套 烂了的足球 一条反转左有汗色的短裤 一大堆缠满污漬 但没洗的碗碟 一些摺着各个的练习宝 墙上面是青年团 和少年征茶队的红旗 还有一幅巨大的大哥大的画像 这间屋和整栋楼里面的其他的房间一样 都离拌着一阵煮白菜的味道 不过 这里还夹杂着一阵宫鼻的汗臭味 你一闻就知道 这些汗臭味是来自一个 现在不在这里的人 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一闻就知道 而在另外一间房间里面 就有人用一只蜂窝 和一张敏史纸 当时是喇叭的在那里吹 他们就在那里配合 在电幕上面 依然还没停下的那些均恶的节奏 派信师太太有点担心的 望着那间房间一眼 然后说 是那帮小孩 他们今天没出到去 所以 派信师太太 很喜欢讲一半不讲一半 厨房里面那个升盘上面的水 几乎满了出来 而且是一些绿色的垃圾水 比那些烂了的白菜更加难闻 温斯顿护低身 去检查那些水管的摺头 她不想用手 也都不想护低身 因为这样做 很容易会令到她咳 而派信师太太帮不了手 只可以在旁边看着她 她忽然间又说 其实如果托姆在家的话 他两心下手势就可以整好 他最喜欢做得好一些 他的手很灵活 托姆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派信师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 他是一个身体肥胖 头脑愚蠢 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 充满着低能的热情 是那种完全不需要问为什么的忠诚走出 党指以他们维持稳定 甚至乎超过指以思想警察 他35岁 刚刚意意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 在升入青年团之前 他曾经不管自己已经超龄 都仍然留在少年侦查队一年 他在部门里面担任一个低级职务 不需要什么智力 而在另一边上 他就是体育运动委员会 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 自发示威 自育运动 这些一般自愿活动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 他会一直担着烟头 一直很自豪 很招职地跟你说 在过去那四年以来 他每日晚刻都会出席 轮舍活动中心站的活动 他走到哪里 那一阵撲鼻的汗臭味 就会跟到那里 甚至乎在他走了之后 那一阵汗臭味 还会停留在那个地方 这一点也都成为了 他生活紧张的无言证明 温斯顿摸了摸个摺头 然后说 你有没有钳啊 派信师太太 有些抓不到主意地说 钳? 我不知道 可能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冲进客厅的时候 有一阵脚步声 和用蜂窝吹走出来的喇叭声 派信师太太 把把钳拿过来 温斯顿放走那些垃圾水 有些厌恶地 把塞住水管的那一扎头发 拿走着 他洗净了手之后 就走回出厨房 忽然之间 有一把凶神恶实的声音说 别动 举高双手 有一个面目英俊 外表凶狠的九岁男仔 忽然之间就在桌后面跳了出来 用一支玩具手枪对准了他 而在他旁边 是他两岁的妹妹 也都拿着一粒木棍指着他 他们两个人都穿着蓝色的短裤 灰色的衬衫 戴着红领巾 这套装束 是少年精茶队的制服 温斯顿举高双手 有些心水不灵 因为那个男仔表情十分凶狠 看起来 并不像是一场游戏 那个男仔很大声地说 你是叛徒 你是思想犯 你是欧亚国的特务 我要枪毙你 我要灭绝你 我要送你开盐框 他们两兄妹 又忽然之间在他身边 一路跳一路叫 叛徒思想犯 叛徒思想犯 那个妹妹仔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学他哥的 而有一些得人惊的地方是 他们好像两只老虎仔 而且很快就会长大 变成一只食人的猛兽 那个男仔目路空光 很明显是带着要打倒 和踢到温斯顿的欲望 而且他都意识到 自己的体格 几乎已经长得足够大 可以这样做了 温斯顿在那里想 幸好他们手里的手枪是假的 派讯师太太的目光 有点不安地在温斯顿的身上 转到那班小朋友身上 然后又望着温斯顿 客厅的光线比较好 温斯顿很高兴地发现 派讯师太太的面上的皱纹 真是有点沉夹在那里 派讯师太太她说 他们真是太白厌了 因为他们不可以去看皎盈 所以很失望 所以才会这么胡闹的 我太忙了 我没时间带他们去 而如果等托姆收工回来的话 也来不及 那个男孩很大声地问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看皎盈 而那个女孩 也都是旁边一路跳 一路叫 说他都要看皎盈 他要看皎盈 温斯顿终于醒起 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 欧亚国俘虏 今天晚刻 就要在公园里面执行皎盈 这些事情 一个月会发生一次 是大家都最喜欢看的节目 那些小朋友 最喜欢叫那些大人带他们去看 温斯顿和派信师太太告别了之后 就走了出门口 但是他在外面的走廊里 都还没走够六步 就有人用不知道什么 在他的颈后面 很大力地吹了一下 那种感觉 就好像有一条烧红了的铁线 挤了入他的血肉里面 温斯顿整个人淡了起身 他转回头 就是看到派信师太太 把他的儿子拉回到屋里面 而那个男子 就正在那把蛋叉 放回到腹袋里面 在关门的时候 那个男子就在那里大喊 果尔德斯太太太 发生这样的事情 温斯顿见怪不怪 但最令到他惊奇的是 那个面上夹着灰尘的女人 面上那种无可奈何的恐惧 温斯顿回到自己家里面之后 很快地走过电幕 回到自己的桌子里面 坐下来 又一直用手在揉自己的颈 电幕上的音乐停止着 有一个军人 用干脆利落的声线 只在那里樽樽有味地浪读一篇 有关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拍的 那座新式的水上堡里上面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温斯顿他心想 有这样的小朋友 那个可怜女人的日子 一定不方好过 再过了一两年 这两个小朋友 就会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他 看看自己的妈妈 有没有思想不纯洁的迹象 在如今这个世代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是这样 而最得人害怕的是 通过好像少年侦查队那样的组织 将他们有计划地变成 无法驾驭的野蛮人 而且这个做法 不会令到在他们中间 会产生任何反对党控制的倾向 相反地 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 唱歌、游行、旗次、远足、木窗操练 高呼口号、崇拜大哥大 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之好玩的事情 他们全部的空残本性都被发泄出来 用在国家公地 用在外国人 叛徒、破坏分子 和那帮思想犯身上 30岁以上的人 恐惧自己的小朋友 几乎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每个礼拜的《太阳事报》上面 都会有一条消息去报导 有一个偷听父母 没有说话的小密谈 他们偷听到父母一些不见得光的对话 然后就走去思想警察那里揭发他们的父母 他们都会将他称之为小英雄 被夜淡青的痛楚已经消退 温斯顿了一次力气之拔 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说话 想写在一本日记簿里面 忽然之间 他又想起奥伯良 在几年前 究竟是多少年呢 应该有七年这么久 他曾经发过一个梦 望见自己 在一间黑漆漆的屋里面走过 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坐在他身边的人跟他说 我们将会在 武汉的地方相见 这句说话 是很平静地说的 几乎是随便说出口 是一种说明 不是命令 他继续向前走 并没有停下脚步 奇怪的地方是 在当时 也就是在梦里面 这句说话 他并没有留下好心的印象 一直到后来 这句说话才逐渐有意义 他现在已经不记得 他第一次见到奥伯良 是在发梦之前 还是在发梦之后 温斯顿也不记得 他是什么时候忽然之间认得出 这把说话的声音 是奥伯良的声音 但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认得出 在黑暗之中 跟他说话的人 是奥伯良 温斯顿一直都没办法确定 就算今天早上 两个人目光一闪之后 也都仍然没法确定 这个奥伯良 究竟是敌是友 其实这也无关重要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比友情 又或者是战场上的情意更加重要 反正他说过 我们将会在武汉暗的地方相见 温斯顿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只知道无论如何 这件事一定会实现 电幕上面的声音停下来 在运作的空气之间 有一下清脆动听的喇叭声响起 之后 那把声又继续很刺意地说 注意 请注意 现在我们收到 马拉巴前线的急电 俄军在南印度赢得所光辉的胜利 我授权宣布 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 战争的结束时间 可能为期不远 以下是急电的证文 温斯顿在想 坏消息来了 果然 这个急电 只是血淋淋地描述了一番 如何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 也都暴露了大量的杀 伤和俘虏的数字 急电还宣布 下个礼拜开始 朱古力的定量供应 会从30克 减到20克 温斯顿又打了额 道虫止走的效果已经消散 即是留下了一种泄气的感觉 电幕可能是为了要庆祝胜利 亦都是为了要冲淡朱古力供应减少的记忆 播了一首大阳过的 《这是为了你的》的音乐 按照常理 它应该立正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 其他人见不到它 大阳过的 《这是为了你》播放完之后 电幕里面就开始播放轻音乐 温斯顿走到窗口 背对着电幕 天气仍然寒冷和晴朗 在远处不知什么地方 有一枚火箭弹爆炸 爆炸声沉满震耳 好像那些这样的火箭弹 一个礼拜都大概有二三十个会跌下来 而在下面的街道上 寒风依然吹挂着那张撕烂了的招贴画 应写两个字时隐时现 应写 应写的神圣原则 身语 双重思想 变化无常的过去 温斯顿觉得自己 好像在海底森林里流浪那样 迷失在一个恶魔的世界里面 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 他直身一人 过去已经死亡 未来无法想象 他有什么把握能够知道 有一个生殴殴的人 是站在自己那边 他有什么办法 知道党的统治 不会永远维持下去 真理布白色的场面上面 那三句口号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好像是回答他的疑问一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在一个袋里面 扔了一个两毫半的银子出来 这个银子上面 也都很清楚地有这三句口号 而另外一面 就是大哥大的头像 甚至乎在这个银子上面 他的目光也都不停望着你 无论在钱币 油票 书的封面上面 旗帜 贴画 烟盒 四周围都有 他的目光 天空硬是望着你 声音 硬是在你的耳边响起 无论是你睡着觉 或是清醒 在你工作 或是吃饭 在室内 或是在户外 洗澡 还是在床上 没有任何躲避的地方 除了你脑里面 那几粒方厘米之外 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邪 真理部无数的窗口 由于没有阳光照射 看上去 就好像一个宝类的窗眼 一样的阴心恐怖 在这个庞大金字塔 一样的形状前面 温斯顿深深感受到一阵萎缩 太强大 太牢固了 无法攻打 一支煤火箭弹 也都摧毁不了他 他又在想 究竟是为谁写日记 为未来 为过去 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的幻觉时代 而在他前面等待着他的 不是死 就是消灭 日记会化为灰准 他自己会化为乌有 就是得思想警察 会去阅读他的东西 然后 将他从存在和记忆之中删除 你自己 甚至乎一张纸上面 所写的一句匿名的话 都尚且 无法流传痕迹 你 又凭什么 可以向未来呼吁 电幕上面的钟 敲了十四下 他在十分钟之内 必须离开 温斯顿 要在十四点三十分 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 钟声 似乎在帮他打气 他是一个孤独的鬼魂 说了一句 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 但是 只要他说出来 不知为什么 就连续性地 不会有人打断 不是因为有人听到 而是因为 你保持清醒的理智 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 温斯顿翻到桌面 喝了喝墨水 又继续写 千篇一律的时代 孤独的时代 大哥大的时代 双重思想的时代 向未来 向过去 向一个思想自由 大家各不相同 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 向一个真理存在 做过的事 不可以抹去的时代 致敬 温斯顿在想 他已经死了 他觉得 只来到这个时候 当他开始 能够将他的思想 整理出来的时候 他才采取了 决定性的步骤 一切行动的后果 都包括在 行动本身里面 他继续写 思想罪 不会带来死亡 思想罪 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温斯顿 既然认识到自己 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那尽可能 长时间地生存下去 就是一件重要的事 他右手的两只手指 有少少墨水的痕迹 这些这么小的事情 也都有可能会暴露你 真理步入面 某一个 喜欢多管闲事的热心人 可能是个女人 就好像那个 淡茶色头发的女人 又或者是 小说部里面 那个黑色头发的女人 他们都可能 会因为这些墨水迹 而开始怀疑 温斯顿为什么要 在中午食宴的时候 写东 为什么他要用 一些旧色的钢笔 他又在写什么呢 然后就向有关的方面 暗示了一个信息 温斯顿走到浴室里面 用一块粗糙 深啡色的肺茄 小心翼翼地 将那些墨色 全部都冲洗干净 这些肺茄 在皮肤上面磨擦 就好像比砂纸磨过一样 所以 在这个时候使用 就没有东西 再比他更加适合 温斯顿把日记簿 放回在柜桶里面 想要将它 收起来 是没用的 但他至少 可以明确地知道 它的存在 是不是已经被发现 夹了一条头发 在这里 实在太过明显 所以他就用纸尖 黏着一粒 看起上来 并不显眼的白色的细砂 将它放在日记簿的封面上 如果有人移动过那本簿 那这一粒细砂 一定会跌下来